第十一章 第一節 过了一年 到联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右差派若鸭 率领神伯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阿门人 围攻拉巴 大卫迎住在耶路撒冷 鼎姊妹有没有奇怪 为什么我用了一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这一节经文 以及这种所谓二世祖的改善方式 其实如果你理解我们现在 讲的真正内容是什么 我相信你能够立即贯通得到 因为我们是重建大卫汇幕 但你想不想当我们重建的时候 是一种叫做二世祖的重建 我们甚至可能觉得我们改善了大卫 我们改善了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原则 起不是在今时今日 全世界这么少人能够重建大卫汇幕 但大部分人建立 只是荷里活的敬拜方式 就是这个理由 我们现在所见的很多时候 在这些敬拜赞美的聚会 周围走浮的这些敬拜赞美者 典型显示了这种二世祖的重建方式 今时今日 我们所见的在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我说的是基督教得奖 得到这些 甲子奖 很多不同的 这些 他们的白金唱片奖 这些歌手 我说的是 就是如果你现在去数的话 可能令你很震惊 在我过去二十年当中所见的 能够数到十大的 基本上除了一个半个 其他全部都出事 一些就跟未成年的少女发生关系 因为她是个男歌手 所以她坐牢 一些是门衰 一些是吸毒 大部分是犯奸淫 我所认识 如果你要我数五十个 五十个最出名的 这些 无论是歌手也好 哪些人也好 五十个里面 我只数到两三个 没有出事 我说的是两三个 没有出事 有些她直接回了 一间异端的教会 有些是同性恋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他们好像传扬了一个 更加容易被人跌倒的信仰 因为又是那句 就是不自实际 那是完全不自实际 换句话说 用这个方法走的人 不会走完的信仰 而实际来说 用这个方法走的人 是快点跌倒的 你想想 用这个方法走的时候 又是快点跌倒 我们怎么能够自夸 这个就是信仰的一个好榜样 或者是颠峰领袖呢 反正我们看回一些前人 就像我所说的 侍奉了半个世纪到死的时候 是留下美好的见证 这些虽然被人觉得平庸 顺朴 不够精明 又或者他们某些东西 是比较没那么吸引或者沉闷 但是他们半个世纪 直至到一份没那天 他们都持守他们的信仰 但是另一面呢 娱乐性丰富 精彩 能够吸引到你的注意力 但问题就是 连他们自己都不能够 保持在他们的信仰当中 成功十年 你想想 神在末后日 只要重建大卫会幕的时候 他要将一个信仰的传递给全世界 将一个福音传递给全世界的时候 神会选择哪一道 神会选择哪一种的信仰方式 神会选择哪一些的基督徒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 三个义记下第十一章之后 这些经文 因为他让我们 免得我们成为一个属灵二细组 我们懂得插这条腰 我们说 我们上一代有瑕疵 不够 因为他令我不满 他令我不满 他就已经是有瑕疵 他令我不满 就证明他们不完全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信仰里面 创办一些的理论出来 然后他们就会拿着这些理论 理直气壮 觉得这个大权要交在他们的手 我要做鸭沙龙 但是如果令人不满 就是领袖的失败 神就令撒旦不满 那是不是神就要好像撒旦 所期望的 要由他寶座来 让位给撒旦 我们做事奉 我们永远记住 或者我们跟从神 我们永远记住 我们跟从神不是为了 满足了娱乐大众 甚至我们跟从神 也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上的 邪情私欲 甚至历史以来 很多跟从神的人 不单只要放下他的邪情私欲 甚至放下他们的梦想 放下他们的理想 去跟从神 神会在门后日子 发明一个信仰出来 我们不用跟从神 然后我们去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 崇拜我们的梦想 当有人能够提供这件事给我们 我们就会说那样是大复兴 那样才是神的这个时代的仆人 你会看到这种方法不是改善了真理 这种就是我所说的不切实际的 二世祖的改善方法 但是如果当我们要重建大卫会幕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知道一个原则 就是原来大卫做皇帝的后半生平 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而很多在过去当中 我们所说的这些开山牛 这些视乎那半个世纪而离世 他们都能够持守着好的见证 来榜样的这些伟人 他们的前半生 亦是我们要效法 学习的一个榜样 《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 过了一年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卫又差派若鸭 率兴神勃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阿门人 为公拉巴 大卫迎住在耶路撒冷 心转一尝求耶稣 要我效法 只做平日奴向 已脆掉足受信 随着我熟世思想 心只想跟随耶稣 因我自觉 愿若不足此强生 辅助此方向 已我再没愁将 仰望耶稣 便得着力量 即使错节 永没错伤 仰望耶稣 便得着力量 心充满斗志力理想 让主引导我 冲破风险路障 尚在心中似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